香港日记 1995年11月4日至7日 同军总长 裁缝获奖 作者 彭定康 播讲 夏秋年 11月4日 星期六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报告出炉 内容和我们预计的差不多 我很满意他们明确指出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 以及苏联与南斯拉夫分裂后建立的案例法 中国有义务在97年后 定期提交香港人权状况报告 稍后 我和相当支持我们的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代表团会谈 我很高兴索勒文也是成员之一 我大力推荐他精彩的书籍 易著 即索勒文报告 中国谈判行为大剖析 其他商人见到代表团时 都纷纷对他们予以忠告 如果中国在交接后打压香港人权 也没必要大惊小怪 11月5日 星期日 今天是盖伊福克斯纪念日 但我们在香港没放烟火 而是参加了一个半小时的同军大会操 虽然我是香港同军的总领袖 但我在其他场合也不会穿制服 所以出席同军活动时也不用穿短裤 庆幸的是 今天的活动并不涉及绳结或绳扣 首席大法官是同军会长 他不断嘀咕着 毫无节奏感 所言甚是 我认为自己的行军步伐比他们更好 11月6日 星期一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表示 他们还在持续磋商 特别考虑到前其身在伦敦会议许下的承诺 还有两国对人权法案以及相关立法的争议 目前小组依然没什么进展 中方把所有的媒体照到北京参与批斗大会 根据新华社报道 当局逐以警告报社 要求他们报道中国的正面新闻 我和曾印泉讨论了经济前景 他对未来比我更有信心 失业问题的主因是过去几年 劳动力大幅提升了近4.5% 但我们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只增加了约2.5% 远远追不上劳动人口升幅 其中包括从加拿大和澳洲等国回流的移民 也有不少是合法的中国移民 1993至94年期间 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增加了18万人 在那之前的5年里只增加了6万人 其中3年更呈负增长趋势 同时消费者信心毫无增长 为部分店家和餐厅带来影响 我期望来年的信心指数会呈现升幅 但要是中国持续在人权法案等议题上唇枪舌剑 我的期许恐怕也就难以实现 警务处处长担心中国犯罪活动会渗入香港 并再次向我表达忧虑 我们面对着一连串涉及人权的棘手安全问题 例如电话窃听 国家机密 煽动 叛国 香港社会将重新迎来安定无声的日子 11月7日星期二 晚上港督府的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招待会结束后 我们出发与裁缝外文号共进晚餐 意诸外文号及山美裁缝店的老板 本来以为是宁静的晚宴 殊不知大多数印度人社群的成员都来了 瞬间成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香港的南亚旺族夏利莱一家也前来参与 在场的妇女都打扮华丽 身穿漂亮的沙利 带着珠宝 除了品尝美味的印度食品 大家都尽情舞蹈和唱所欲言 麦文号曾为比利时王储打造西装 当地驻港总领事在宴会当中 向他颁发内腿裤长测量一级勋章 我在接近尾声时致辞 然后在强劲的印度音乐节拍下离席 今晚排场盛大 但麦文号绝对受之无愧 他是香港的重要人物 总是快速地为我和其他来港宾客 打造笔挺西装 他也拥有全港最详细的情报网络 白乐人曾告诉我 麦文号总是比我们还早知道 谁会来港做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看着我来港宾客 就会来港宾客 我来港宾客